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托簪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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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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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此可以 原来就是这么个道理 太皇太后 此罪负 只是因为外伤而导致的昏厥 伤不足以致命 她方才已经说了 是怀疑王妃主使的 光凭人证何以证明就是王妃 太皇太后 可否准许微臣检查久居 准 子乌头 太皇太后 这酒壶之中残留的药粉 正是陛下与皇后娘娘所种植毒 子乌头 周指挥 周指挥 快快去取几碗蓬灰水来 是 这子乌头所研磨的毒粉 极其地细腻和轻浮 而且容易沾染 用普通的灶水 根本无法彻底地净除 方才微臣所提及的蓬灰水 其药性 与子乌头二者相生相克 一旦相容 便会呈现出 姜黄色 如此一来 便不难得知 在场究竟还有何人 接触过毒药 这是谁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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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日所有在场的人 都把双手给我浸在蓬灰水中 若是手指泛黄 便是涉嫌谋害陛下 我先来 大家可都看见了 王妃是清白的 贤妃娘娘怎么不去啊 太皇太后 此法也无法证明 王妃就是清白的 倘若指使之人 手上没有沾染粉末 眼下要抓的可是弑君逆贼 任何可能都该尝试 贤妃娘娘有闲心 在这里猜忌这个怀疑那个 那为何不把你的手 往水里一泡 再来分说呢 还是说 娘娘不敢 贤妃 把你的手伸出来 伸出来 太皇太后 她的手 她的手已成黄色 给我拿下 是 是 是她呀 今日 所有锦阳宫的人 都给我押入地牢 把她 给我押入冷宫 等陛下苏醒过来 让她严审 择日 死刑 是 太皇太后 皇后 中毒一身 无力回天 方才 轰了 我看她害死了 我告诉你我对不起 石雪茎死了 石雪茎死了 给我押下去 石雪茎死了 她死了 我帮你 我帮你 下次启极了